各位網友,不知道爲什麽齊齊,今天互相都不會,就是怕比別人遲, 東方和蘋果竟然同一人去了王大仙求籤, 我首先説説王大仙與我的故事,我年輕的時候20幾歲, 我就很信一道求籤,我試過覺得很靈,澳門的馬姐廟, 每次澳門我都去求籤,因爲有一年,我求的籤是什麽呢, 這個是馬尼波,楊貴妃,智藝, 那年應該1981年, 我打算沒可能靈關過什麽事,原來那時候其實是這樣的, 我說這件事給大家聽,我在邵氏做,方小姐就是很重用我的, 我和她關係很好,結果是怎樣呢,因爲她要解僱一個導演, 要解僱一個導演,我就堅決不解僱一個導演,我就不上班, 那時候太年輕了,但其實這個決定是對的,她打電話來我又不理他, 她覺得完全不負責任,以後就不會再用我了, 但是因爲這樣我才出去闖了天地, 要不然我很容易就在邵氏做一輩子, 你明白嗎,因爲回邵氏工作,我又回不了建材, 這個就是很危險的事情,我所有下半生的事業都沒有了, 離開邵氏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這樣處事是不對的, 但是馬祖廟是靈了, 好,第二個就是王大仙,我要跟大家說王大仙, 王大仙這件事就是這樣,大家要知道王大仙就是傳說中的赤松子, 就是香港人很相信王大仙的, 我姐夫是王大仙的member, 所以可以提前進去拜,王大仙是有member的, 你知道嗎,有會員制的,要人介紹入道, 就是這樣的,我是幾十年沒有去過王大仙, 坦白一點跟你說,很多年前,我都不記得多久之前, 但是年年有求簽,怎樣呢, 就是我大家姐是很信的, 她是幫我求賣的, 然後年尾一定去還臣, 拿一隻蕭豬去王大仙還, 首先我要說,這個王大仙的簽,我有時候覺得挺靈的, 雖然我不信這些,我每次求簽都記下了, 看一下靈不靈, 我跟大家說一件事,首先王大仙的簽文是寫得最好的, 就是你如果看車工,那些地方的簽文,很多是完全不通的, 王大仙的簽文在這麼多個廟裡面, 我看到是寫得最好的,而王大仙的簽文是怎樣來的呢, 1981條簽,號稱當日是符記得回來的, 你知道符記很容易作假的,但是作簽的人是比較厲害的, 王大仙是,這些簽文一定要有很多的解釋才行, 要不然就很容易靈或者不靈, 解簽就不只是懂得解個古人就叫做解簽, 它其實要包含了一連串的學問,首先我告訴大家簽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是一種占卜, 你知道占卜和算命是兩樣截然不同的東西, 那些人經常不分, 掌上八字,這些都是算命, 龜師,這些就是占卜, 占卜就是包括了,就是由商朝開始, 紙甲骨紋,拿一支燒紅了的鐵, 拿到龜殼或者牛骨, 多數是鼻骨, 那就是, C就是拿那些草來分多少枝,分多少枝,分多少枝, 這樣來占卜, 現在後來我們多數的占卜就是什麼, 我們最慣的占卜就是盲弓的占卜, 那個叫龜山藏,就是把龜殼放幾個錢在那裏, 你知道嗎,來到澳湖出來,那些是占卜, 那就是吉卜賽, 西洋吉卜賽那些是占卜, 就是去廟求籤也是占卜, 占卜是什麼呢, 原理上有兩大原理, 第一就是因為你很誠心去求一件事, 傳統就是神明指示你, 首先有個神明,靈才可以, 這個神明, 因為你很誠心向他求助, 於是神明就是指點你, 歷史上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不過我今天已經太長了, 說回王大仙, 第一個, 這個是東方的, 孔子文惠樂, 孔子很喜歡邵樂, 他就是邵樂三月不知玉美, 就是迷醉在音樂裏面, 但是他一聽到鄭惠的音樂, 他就很不喜歡, 覺得這個是淫的音樂, 惡鄭星之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福邦家者也, 這些叫亡國之音, 一般人聽到這裏, 這個當然, 其實不是下下的, 這個是中吉, 黃大仙, 東方故意說到他下下, 不是下下的, 因為他沒有很壞的事情發生, 就是覺得環境很差, 這些人的改變, 這個改變很差, 就是我的責任是, 講一些interesting point, 大家說, 就是說, 你不是聽了一件事, 你就直覺反應, 別人說什麼, 你就作出反應, 我問你, 一個音樂, 為什麼是一個淫樂, 如果有歌詞, 這個就是淫樂, 音樂本身怎麼構成一個淫樂呢, 你告訴我, 是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他變成鄭衛是什麼呢, 就是古代商代文明的流行的地方, 那個文化所在的地方, 那裏音樂很先進的, 所以商朝的首都叫做朝歌, 那裏的人經常都唱歌的, 那裏地方的音樂其實更古老, 但是他不停轉變, 就是等於流行曲中心, 他的音樂改了, 於是孔子就不高興了, 那我告訴你, 音樂怎麼叫改了呢, 由正統音樂, 變成了流行樂, 而孔子聽見很不開心, 那究竟是怎樣呢, 我兩句都說了, 因為太長了, 就是講理論, 基本上這個音樂是簡化了, 你明白嗎, 而且他有些東西去到很盡, 就是那些中國的音樂, 看你用什麼音來唱, 有悲哀的, 有高昂的, 譬如說悲哀可以去到很悲哀, 和朝廷的音樂, 他就是盡量感覺很偉大, 很正經, 很嚴肅, 這些音樂就是用的樂音, 好像晶, 國, 這些東西, 他就是很, 慘的時候就很慘, 激昂的時候就很激昂, 走的路線是不同的, 第二, 一般來說流行樂是簡化了, 就是讓你容易記, 大家要知道, 我所謂的流行曲是只有ABCD四句, 然後變出來, 你明白嗎, 變化是少的, 但anyway,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質疑孔子, 雲衛樂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你聽了, 你讀書永遠就是這樣說, 就不想一下音樂為什麼會淫, 你明白嗎, 要講回樂理來說, 好了, 放在香港這種情況, 就是整個社會的規則, 流行, 法治這些東西是變了, 而令到原本的人覺得非常難接受, 好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解釋, 好了, 蘋果就去求了朱鴻武登基, 以朱鴻武登基, 這個很好, 但是蘋果不可以說香港的運程很好, 一定要改得很差才行, 去解釋那個也是這樣解釋, 於是他就解釋了朱鴻武登基, 殺了工臣, 香港那些人都掛了, 知道嗎, 這個就是, 解釋不可以用的, 其實你是先有了, 這些事情, 你是先有了一個看法, 然後硬硬解釋在籤上, 我作幾個解法給你聽, 朱鴻武登基就說, 今年, 朱凱迪可能很厲害, 你知道嗎, 變了香港民主運動的領袖, 這樣是不是可以, 這樣解釋其實當然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但你可以這樣解釋, 這條籤是, 這個朱鴻武登基, 是不是可以解釋又解釋, 北京均臨香港, 是不是, 用他的嚴肅的條例來管香港, 又可以解釋, 朱鴻武登基是起義, 然後推翻了元朝, 這個就是香港民主抗爭運動, 是有希望的, 這些簽名就是因為, 你用很多的方法去解釋, 明白嗎, OK, 這個就是, 這些你很容易聽下去, 這些就覺得很對, 為什麼你覺得很對, 這條是黎智英, 顏迴落到, 很慘, 顏迴落到, 顏迴是聖人, 孔子的大特, 孔子最有趣的弟子, 窮到在流汗之中, 住在木屋區裏面, 吃又沒得吃, 一膳吃, 一票喝, 只有一個殼喝水, 回也不解其樂, 於是黎智英去了坐牢, 你覺得很準, 當然不要吃, 待遇不好, 就好像顏迴那樣, 但是黎智英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這個就是顏迴落到, 是不是, 這個你就會覺得很對, 這條簽, 撞到一條很對的簽, 但是, 我不想說, 說到尾, 如果顏迴很早就死了, 我們說人家早死就是顏迴, 那個人用顏止關, 32歲, 說名32歲就死了, 而死了之後有觀而無覺, 即是他入面一層棺材, 然後外面一個木棺再套著他, 孔子哭得很厲害, 好, 這個就是, 法治, 這個真是, 蘇姆牧羊, 這個真是實在太惡了, 這個真是, 我小時候, 我媽媽就教我, 這些歌就是唱出民族主義大, 就是大中華膠, 這個就是, 自小就唱, 蘇姆牧羊, 你們不懂唱, 就是我媽媽教我唱, 這個就是培養出大中華膠的思想, 蘇姆牧羊十九年, 雪的有冰田, 等等, 等等, 雞就是食物, 喝就飲雪, 你知道嗎, 這個, 素母無養, 法治, 打了下去, 這個是非常悲慘, 而去痛癌的境界, 你又覺得很美, 這個也是傳媒, 你又覺得很美, 韓文公被貶, 這個真是慘, 那時候, 唐宗宗, 不是唐宗宗, 唐憲宗, 迎佛骨, 韓文公, 就去奸迎佛骨, 他說這些佛骨, 有什麽靈, 這些胡人傳回來的東西, 梁武帝就是最虔誠拜佛的, 三次自己獻身同太子, 結果梁武帝怎樣, 餓死, 你拿佛骨來, 你燒了它, 如果佛有靈, 就炮製我, 你知道嗎, 現在就很生氣, 將它貶去潮州, 就有個首詩, 一朝風袖九重天, 直扁朝陽路八千, 敢為聖命隨陷事, 肯將膚弄色如捏, 雲橫巡嶺家河在, 雪涌南關, 馬不切, 你知道嗎, 在淒涼到多少, 去到絕路, 雲橫巡嶺家河在, 雪涌南關, 馬不切, 侄來探他, 知與遠來應有意, 送我埋骨, 橡江邊, 韓文公的傳媒, 這個真是很嚴重, 這個又是很靈, 故意感覺很靈的, 選舉, 這個真是靈, 莊州夢蝶, 莊州妖夢迷蝴蝶, 那個是幻者, 莊州發夢變了一隻蝴蝶, 莊子究竟是蝴蝶發夢變了莊子, 還是莊子發夢變了蝴蝶, 他不肯定, 因為你在蝴蝶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是一隻蝴蝶, 於是你想回以前, 我是莊子, 莊子是不是我的夢, 選舉, 選舉, 是不是一場夢, 究竟是蝴蝶夢見莊子, 還是莊子夢見蝴蝶, 從來民主都是大夢一場, 還是現在是夢, 我們會醒的, 恐怕一份李伯大夢一份, 這個就是華盛頓歐盟的作品, 講一個人入深山一份, 睡了30年, 一醒來, 人們已經老了, 這個就是從來只有這種故事, 中國人就是, 柳永如仙, 那些全部都是入了仙山, 觀其阿摩佛木丁, 阿爛佛木丁丁, 那個人去捉, 看人家捉棋, 捉完棋之後, 他那個斧頭的病都爛了, 原來是幾十年, 就是說, 一夢, 這個夢境, 已經是世界變了, 這個就是, 好了, 這條真的想不回街都不行, 這個就是, 樓市,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展叔哭屍, 就是這個, 巡木公, 趁進國, 死了軍王, 派兵去打鄭國, 後來就發生了, 這個去到鄭國就是, 這個, 結果就是, 被人提前知道了, 進軍就是, 在他回程的時候就襲擊他, 在崖山, 其實每次打仗都是崖山, 結果就是被人捉了, 全軍覆沒, 其中就包括展叔的兒子, 展叔的兒子就是白宮不知道什麼, 姓白的就是從這裏來, 有一個說就是白起的祖先, 來自展叔, 是全軍覆沒的, 就是, 我告訴大家, 你現在這樣聽, 你是不是覺得很靈, 因為我先有了一個conclusion, 然後你去附會這些, 你覺得真的對得很重要, 對不對, 其實所有的算命, 看上去, 占卜都是如此的, 最後我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的國區省政協, 好像小學生一樣, 要計分我們的操行分, 五月底國安法, 有沒有去街站, 有就五分, 六月有沒有去街站, 七月慶回歸街站有沒有去, 國慶街站有沒有去, 十一月DQ街站有沒有去, 做過什麼, 評分拿上來, 然後就是, 就會給你升級還是貶職, 很多事情去考核, 將所有人變成小學生, 這些是不是鄭岳, 破壞了原本的規則, 好,這段講到這裏, 各位網友, 牛牛來了, 牛年來了, 牛年快來了, 先給大家雙重驚喜, 過年怎樣都要過的, 是不是, 不如吃著開心果一個, 美國特大開心果, 300g, 原價59元, 現在45元, 大煮系列紅燒吉品包, 裏面有四粒, 用來配大煮蝦子麵做撈麵, 包你吃完撈得起, 原價每罐69元, 現在是99元兩罐, 這個是過年前的優惠,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 快點買吧,